哈喽 每天一款实拍车 我们都知道雷诺在欧洲 它的电动车还是挺常见的 不管是前后座的小电动车Trizzy 还是它的ZOE 在欧洲的能见度还是挺高的 那么今天我们来介绍是东风雷诺 在国内的首款纯电动车KZE 关于KZE相信大家都比较陌生的 几个重要的信息点先丢给大家 它的车长是3735毫米 和它相近尺寸的车型 纯电动车的竞品 包括了像长城的欧拉R1 包括像比亚迪的E1 都是和它的尺寸是相近的 那它具体上市的时间 会是在今年的9月份 根据厂家的朋友介绍 它补贴之后的价格 应该会是在10万元以内 KZE搭载的是26.8千瓦时的 力生电池 它的电机功率比较小 只有33千瓦 125牛米 官方给出这台车的NEDC的 续航里程只有271公里 那这个素质放在当下来说 真的是不算是优秀了 我们都知道像刚刚提的 它的几个劲比 像是比亚迪的E1 续航里程都能达到300公里左右 像是欧拉的R1 续航里程更能达到351公里 那KZE的急速只有102公里 那这个素质是和欧拉R1是基本是相仿的 那慢充充满的时间基本是需要4个小时 那临到80%电量的快充也是需要50分钟 那好了这就是KZE的基本情况 雷诺9月份上市了 差不多售价10万块钱以内的 急速只有102公里的 续航只有271公里的存电动车 来具体看看KZE的样子 那中间这部分实心的 其实是它的快充和慢充的接口 在这个位置 一会儿侧内打开给大家演示一下 因为电动车了嘛 也不需要什么中网了呀 也不需要冷静器了 所以中间这块实心的 然后大灯部分是一个分体式的大灯 上面部分是它的日行灯和转向灯 是LED的 下半部分是鲁素的远近光灯 那侧部侧面的轮子 确实比较小 165 70 14吨 因为这个级别的车型 通常是都是要考虑到它的续航里程 所以还是用那些低滚组的轮胎 轮胎确实很窄 OK我们接着往后看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副驾这一侧 刚刚在主驾里面也观察了 确实都是没有无钥匙进入的功能 侧面的造型整个看起来 厂家宣称这台车是一台SUV的车型 但是在我们看来 它更像是一个close风格的两箱的小车 那它的离地间隙有150毫米 这一点其实比轿车 还是流油会有一些优势的 有一定的通过能力 但是底部是电池 所以用它走烂路的时候 还是得注意避免一些磕碰 那其实对于KZE来说 后部最令人惊喜的 还是它这个后备箱的空间 和它的竞品相比 像我之前在欧拉21的后备箱空间 就要小得非常多了 那KZE的后备箱呢 基本上是一台小型SUV的一个后备箱的空间 还是非常的可观的 但是其实我也有担忧啊 它把车内的空间不少给了 到后备箱 它的乘坐空间怎么样 我们一会儿再去看一下 那由于KZE的内饰啊 还没有最终的定型 所以这次活动呢 是不允许拍整个内饰部分的 所以一会儿我会放一张官图 给大家做一个澎白 做一个介绍 那在这儿 我先给大家体验一下空间 那前排已经调整到 我的一个驾驶坐姿了 好 头部空间大概是在一拳的水平 那重点是后排的空间 我们再去看一下 来到了后排 头部空间大概在四指的水平 但是腿部空间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只有两指这么一个空间的状况了 就是相比欧拉21来说 这样的车内 尤其是后排的空间表现 确实要 对于为了会差了一些 刚刚在车外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了 像KZE它的车厂达到了3735 其实是比欧拉21要大的 但是它的轴距呢 是只有2423 其实是比欧拉差不多要小了 将近几个公分啊 那对于KZE来说 确实是把不少车内的空间 是让给了后备箱的储物空间 就导致了它 尤其是第二排的乘坐空间 坐起来确实有为有一些局处 那内饰部分 我们就展示几张官方的图片 我简单介绍一下感受 那毕竟成本摆在这里 以太售价10万元以内的车型 内饰的用料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和欧拉RE一样 内饰呢 都是硬质的塑料 那好在整体的设计呢 还比较得体 并不会显得过于的廉价 那车辆仪表中间的部分 是一块面积非常小的 单色的液晶屏 两侧呢 诸如经济转速的显示 都是通过背景灯显示完成的 内饰的亮点 来自于一块8英寸的 多媒体的车机屏幕 它使用了高德的车材导航 并且可以通过手机的APP 远程完成车辆的检测呀 控制的功能 那另外 KZE的空调 全部都是由物理按键来操作 操作起来会比较的顺手 那本次的活动最后呢 安排了简单的场地试驾的环节 那动力方面 雷诺KZE搭载的 永磁电机供应商 和欧拉RE 大概率的是出自异强 但是功率有所降低 那输出的功率为33千瓦 扭矩同为125牛米 那KZE的准备质量 只有921公斤 比欧拉RE还要轻了70公斤 也就是一个成年人的重量 那官方给出的KZE的最高的 急速是102公里每小时 在场地内 我们开到了115公里每小时 KZE的动力感受和欧拉RE 非常的像 0到60公里的加速 都非常的给力 但是从了80公里时速 再往上之后啊 KZE的加速的动力衰减 就非常的明显了 并且随着电机进入了 非经济的工况 这时候掉电也会更加的明显 那显然KZE是一台适合在 城市和国道道路 这种通行代步的车辆 通过颠簸路段是 KZE的悬架设定偏硬 这点非常法国车的调教 厂家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 这并非是最终的状态 国内最终上市的车辆调教呢 会有所偏向舒适 拍摄到最后下起了大雨啊 我们最后就在室内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那雷诺的KZE上市会是在9月份 到那个时候呢 就会执行2019年的 新人员车的补贴的方案 那补贴的力度将会有 非常大的一个下滑 以目前在售的车型 像欧拉R1为例啊 它的成本预计会上涨 1到2万元不等 所以雷诺把KZE补贴之后的价格 设定在10万元以内 显然是有所针对的 那作为第一个 杀入到这种A0级存电的 10万元以内这种的 合资品牌车型啊 那KZE还是顶着雷诺品牌的光环的 包括它执行了更加严苛的产品测试 那例如它为了应对之后 在欧洲的上市啊 它进行了像35公里的 侧箱的 助碰的测试 这些都是在国内的 存电动车很少进行的测试 所以在品质方面 相信还是有一定的保证 那包括在车厂的后备箱的空间 以及它的离地间隙 还有在多媒体的车机都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但是啊 KZE包括在第二排的乘坐空间 以及它的最重要的是 续航里程方面 还是有着明显的劣势的 那当然最重要最重要 还是它最终价格的公布 让我们拭目给大家吧 这就是今天的每天一款失败色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